吉安乡公所接获了乡亲陈情 东昌社区活动中心篮球场设施遭到了恶意破坏 经过通报 吉安警分局协助严重破坏者已经主动联系 并且表达谦意以及和解之意 而乡长游淑珍则是呼吁爱好运动的朋友们 请遵守全民公约发挥功德心 吉安乡东昌社区活动中心篮球场 是社区居民运动休闲乐冷门场域 在今年3月优化启用过后 却陆续传出有设施设备遭到恶意破坏 我也在这里呼吁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希望我们在提供良善友善的设施设备跟运动器材 还有公共设施 也需要大家一起共同来维护 希望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能多一点爱心 少一点粗暴 让我们在建设的同时 也能够得到正确的使用方法 所以在这里呼吁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我们一起共同来监督 也来遏止不适性的使用 以及破坏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东昌村长为景天表示 在年初东昌活动中心 就招人而以燃放鞭炮 破坏公共设施 没想到近日又传出篮球设施 因民众不当使用而回损 令人颇为无奈 后续除了加强宣导社区民众共同维护之外 也苦口婆心呼吁使用者 舍身处地多些同理心 珍惜公共设施支援 记者许丽琴 吉恩相报导